除了這以外 我們知道菲菲是個社區的達人 而且她每個星期二的下午在3點到4點都跟我在滋味下午茶 有一個小時的節目時間 她都會提供很多很多的信息給大家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去收聽 今天菲菲還給我們帶來了關於社區活動的一些資訊分享給大家 菲菲 我們過各種節日現在來到了 社區有些什麼免費的活動好康 提供給我們的聽眾朋友呢? 第一還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COVID-19很多人都已經打針了 不過在Saint Gabriel在11月22日早上9點到下午3點 在盛蓋伯的大劇院他們有幫人家打針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裡詢問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在11月28日在City of St. Gabriel 他會放一個電影叫做The Gold Rush 這個Gold Rush呢是Charlie Chamberlain 就是一個那種黑白的無聲電影 Charlie Chamberlain都是個很有名的 因為如果大家有在看那種黑白的 他有兩個小片子然後戴個帽子 對就是那個Charlie Chamberlain當Saint Gabriel 大劇院有這麼一個電影播放 那大家可以跟他們聯繫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在12月份呢有許多的這個小朋友 可以玩的這些活動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次再說我不想佔用人家太多的時間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菲菲 你是可以說的 你要不然跟我們說一個小朋友的事情好了 爸爸媽媽可能也是想說在假期 萬一沒有辦法出遠門的話 可以帶他們去玩一下 可以 在蒙特利市政府呢 每一年它都有一個活動 叫做這個叫做就是如果說你有小孩子 你可以去帶到那邊去 他們有做那個假的雪 就是租了一個假的雪的機器 可以去那裡玩 然後是完全免費的 是完全免費的 是在Mountry Park嗎 對 是在Mountry Park 那個時間方面的話我可能要晚一點告訴你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那麼也是感謝菲菲在非常忙碌的情況下 幫我們提供這麼多資訊 我們在星期五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再把一些其他的活動給大家告訴一下 好嗎 可以的 沒有問題 謝謝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的好朋友 菲菲 好 謝謝您 咱們位於 resistance 比方便會提供 以往生警方.? 是啊 0